风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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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万川 应下选口中选一字 看一下这个悬壳东西 2008年是对我来说也是特殊的一年 因为那一年从学校大学里面退学回家 当时地震的时候我们重庆隔了老远了 震感也很明显 我记得那一天我躺在我姚姨家门室里面那个椅子上睡午觉 还是底楼啊 他们说地震啊 我就好多人都跑出来了 我跑出来看见那个电线杆晃得好厉害 一直晃一直晃 那一段时间 那一段时间都在鱼镇 反正鱼镇我们那边也能感觉到 刚好你想一下隔了好远 重庆那边隔几百上千公里 鱼镇都能感觉到 经常我们那边经常县城里面有人不回家的 搞得人心惶惶 听那个刚才听那个饭店的老板讲 这里面的房子这个镇上的房子全部是重新修过的 政府补贴一部分钱 当地民众自己出一些钱 不然怪不得我进来的时候发现这些房子都好新 都是没有那种上了二三十年的老房子 全部是异症过后新修了 uns合indo 我们下车的房子 看一个兄弟们 看一个兄弟们 然后就危险 那头是无只的 太轿光了 我比较好 这次不靠近 也有一夹 正美 这样的房子 如果也应该令到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对呀 为什么那个楼没有垮呢 那个楼看起来挺单薄的 就是那个插红去的那个 反而这些教学都特别脆弱 在那里面呢 那些偷偷偷偷还没过 自己的带来 有一次好 牛奶 偷偷偷偷偷偷 哦,这是楼梯啊,楼梯这个挺结实的 教学楼周边一圈都塌了,楼梯还好好的,至少没有塌 对,相承意了,楼梯还好好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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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梯都没想到,楼梯有机会上台的地方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